欢迎大家收看娱乐社媒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周年好声音2》 《黑马刘可》12年前表演片曝光 表情夸张 哭腔惊人 屡参加比赛曾永远润样 新闻女王菲爷邓志坚轻回 被批童言半大佬 率先爆汉 曼姐招数 高手介入 新闻女王何怡婷被咸鸟到反台大暴走 舌诗曼多番维护四凑女 一招祝陈敏之当选会长 八点到男性屁股受伤急诊 害羞脱裤 女神护理师从后面来 东张希望52岁女发展不伦恋被家暴 男友瞎促拉脚乘起暴打 涉事难 瞿用头袭击我 请大家收看 《周年好声音2》 《黑马刘可》12年前表演片曝光 表情夸张 哭腔惊人 屡参加比赛曾永远润样 新岛日报 36岁的刘可在 TVB节目《周年好声音2》中 展现出独特的唱腔和夸张的表情 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最近 她的一段12年前的表演视频 在社交媒体上被曝光 引起了网民的讨论 根据刘可的Facebook页面 她从十多年前就开始参加歌唱比赛 并且经常在各地演唱 虽然刘可过去在社交媒体上不太活跃 但是参加《周年好声音2》后 她开始分享更多关于节目和其他参赛者的照片 看起来更加外向 在节目中 刘可的表现受到评审的好评 被誉为黑马 刘可能成为冠军 不过 她也受到了一些质疑 有评审认为她的唱腔过于夸张 不适合比赛 不管怎样 刘可的特殊风格和出色的唱功 让她在节目中脱颖而出 参加《周年好声音2》让刘可结识了许多朋友 她的Facebook页面也变得更加活跃 她与其他参赛者互动频繁 分享在TVB内拍摄的照片 虽然网民对她的风格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刘可的个人风格和独特的唱腔 仍然受到了大家的认可 总的来说 参加《周年好声音2》 对于刘可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让她展示自己的才华并结交新朋友 新闻女王非夜邓志坚轻回 被批童颜半大佬 率先爆汉 man解招数 高手介入 新岛日报 TVB台庆剧新闻女王 自周一首播以来 备受关注 剧中邓志坚饰演的角色 非夜备受争议 虽然有人称赞她的演技和老戏骨气场 但也有网民认为她不适合扮演老角色 甚至认为其他演员更适合这个角色 邓志坚在剧中扮演一个阴险狡猾的角色 他透露自己会使用破坏游戏规则的方法 对付其他角色 与蛇诗曼的角色展开名争暗斗 邓志坚是一位资深演员 曾在剧场演出多年 他毕业于香港演艺学院 期间表现出色 曾获得杰出学生奖 他加入了PIP剧场 并凭借自编自导自演的作品 获得了多个奖项 他在电视剧《下流上车族》中的表演 获得了观众的好评 并凭借该剧 获得了最佳男配角奖 他的演技精湛 擅长演独角戏 尽管邓志坚在《新闻女王》中的表现备受争议 但他的才华和努力仍然值得赞赏 他的演技 在过去的作品中得到了认可 他在剧场和电视剧中都有出色的表现 无论是喜剧还是严肃的角色 他都能够出色的演绎 对于邓志坚来说 这次参演《新闻女王》是一个新的挑战 他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角色展现自己的实力 尽管有争议 但邓志坚的演技 无疑是他在娱乐圈中的一大亮点 《新闻女王》和怡婷被闲鸟到反台大暴走 舍师曼多番维护四凑女 一招祝陈敏之当选会长 新岛日报 TVB台庆剧《新闻女王》第三集继续剧情发展 许世晴、高海宁是与徐小薇、何怡婷是争相寻找与陈敏之传绯闻的医生 但最终高海宁却出于陷害的目的主动交出陈敏之的病例给何怡婷 何怡婷深信病例的真实性 未经舍师曼、文会新事同意就发表声明 结果却发现高海宁是找医生揭发陈敏之被家暴 情绪并发作的何怡婷在化妆间暴走 舍师曼得知后立刻安慰她 同时与李世华、张家言是合作 找出人心账目有问题 为了帮助被传绯闻的陈敏之 舍师曼一方面找何怡婷解决陈敏之的丑闻 一方面打算转投何怡婷留则群士的阵营 然而 陈敏之一直拒绝见舍师曼的文家军 让舍师曼多次悲剧 最终 舍师曼决定亲自上场 在直播中为陈敏之打造受害妇女形象 同时攻击何怡婷的父权思想 她还将人心有问题的账目给何启南看 威胁她退出选举 舍师曼利用她的计谋 成功胜出 此外 在剧情中 高海宁与何怡婷之间的对立也进一步加深 高海宁以陷害的目的交出病例给何怡婷 导致何怡婷被误导并发表声明 然而 当她发现真相后 她愤怒地找到高海宁对峙 最终导致了她的情绪爆发 舍师曼作为何怡婷的朋友 立刻前去安慰她 展现了她作为大姐姐的照顾和关心 整个剧情中 舍师曼的角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她不仅通过安排何怡婷 在直播中助攻陈敏芝 还亲自上场为陈敏芝制造受害妇女形象 成功地打击了何启南 她的计谋和策略 展现了她作为新闻女王的实力 同时 剧情也展现了新闻界的复杂性 和竞争激烈的局面 八点档男性屁股受伤急诊 害羞脱裤 女神护理师从后面来 自由时报 《追分成功》是一部台式八点档电视剧 由孙湛主演 剧中 孙湛饰演的角色风哥是一名追债人 专门帮助人们追回欠款 该剧以喜剧方式展现了 风哥在追债过程中的种种奇遇和笑料 该剧以轻松幽默的方式呈现了一系列欠款追讨的故事 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到了正义的力量 剧中的风哥形象幽默风趣 有时候嘴上不饶人 但内心却充满正义感 他通过各种手段和技巧 帮助欠债人追回了他们的钱款 同时也揭露了一些欠债人的奸诈行为 追分成功不仅展现了追债人的职业生涯 还揭示了追债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复杂关系 剧中的风哥不仅要面对欠债人的欺骗和抵抗 还要处理与家人、朋友和同事之间的关系 剧中的情节紧凑、笑点频出 吸引了观众的关注 孙湛在剧中的表现也获得了观众的认可 他通过精湛的演技 成功塑造了一个风趣幽默 正直善良的角色形象 他的表演让人捧腹大笑 同时也让人深思 总的来说 台式八点档追分成功 是一部以追债人为主题的喜剧电视剧 剧情紧凑、笑料频出 成功塑造了一个风趣幽默 正直善良的角色形象 剧中的故事和演员的表演都令人印象深刻 吸引了观众的关注和喜爱 东张希望52岁女发展不伦恋被家暴 男友瞎促拉脚撑起暴打 涉事难 取用头袭击我 星岛日报 近日 东张希望报道了一起家暴事件 一名52岁的女性爆料人 菲比表示 她被同居男友阿东暴打 并报警后 阿东被判入狱 然而 出狱后 阿东仍然纠缠不休 菲比拒绝与她和好 担心再次成为家暴的受害者 菲比 求助东张希望希望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菲比表示 她于2007年认识了阿东 当时阿东只是她的发型屋的熟客 虽然他们早已有了情愫 但由于双方都已婚 菲比一直没有表白 最终 在阿东的表白下 他们于2018年开始了一段不伦之恋 起初 菲比对男友的印象很好 阿东称 与妻子早已没有感情 而菲比也同样对自己的丈夫的感情已经淡了 所以决定发展成情侣关系 然而 阿东硬工商无法继续人有工作 于是在菲比的发型屋一起工作 还成为了一名发型师 阿东对菲比动手的导火线是一顿饭 她看到 菲比与男客人聊天后非常嫉妒 回到家后 阿东对菲比进行质问 并且殴打了她 菲比回忆起被打的经历仍然心有余悸 她提供了照片作为证据 可以看到 她全身都是伤痕 菲比事后报警 阿东因此入狱 但出狱后 仍不断纠缠 菲比 阿东多次道歉 并试图与菲比和好 但菲比担心再次被打 因此拒绝了她的请求 律师建议 菲比申请禁制令来解决阿东对她的纠缠 东张希望节目组也前往发型屋找到了阿东 他表示自己 一心想与菲比和好 并承认自己过去的行为是错误的 然而 他也表示 并不是完全有意要打菲比 而是双方发生了推撞 最后 他向菲比道歉 但菲比仍然拒绝与她和好 小S老公徐亚军连途两夜店 经见台湾拉拉新近女神波波 同行玩足一晚 新岛日报 台湾女星徐希地 小S的丈夫徐亚军 近年来频繁被媒体曝光 在夜店应酬 并被指与其他女性有不正当关系 最近 台湾传媒再次报道了徐亚军在一晚上连跑两家夜店的消息 并在其中一家夜店中与中信拉拉队成员陈伯伯一同出现 报道称 徐亚军一行人从晚上7点开始玩到晚上11点 体力非常好 虽然陈伯伯否认与徐亚军有互动 但他也表示自己并不知道徐亚军会在同一家夜店 陈伯伯是中信拉拉队的成员 拥有出色的身材和漂亮的外貌 这些报道对于小S和徐亚军的婚姻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 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和讨论 小S和徐亚军结婚已经18年 育有三个女儿 但多年来他们的婚姻一直传出南方出轨的消息 小S一直保持宽容的态度来面对丈夫的偷实行为 徐亚军被认为是一个好父亲 经常陪伴家人外出旅游 然而 徐亚军频繁出现在夜店的报道引发了很多争议 他被指与不同的女性在夜店中应酬 并与陈伯伯一同出现在同一家夜店 尽管陈伯伯否认与徐亚军有互动 但这一事件仍然加剧了徐亚军的负面形象 小S和徐亚军的婚姻问题 引发了公众对于夫妻关系和家庭价值观的讨论 一些人对小S的宽容态度表示理解 认为他是为了维持家庭的完整 而选择包容丈夫的错误行为 然而 也有人对徐亚军的行为表示不满 认为他对婚姻的不忠是不可接受的 总的来说 小S和徐亚军的婚姻问题 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和讨论 对于夫妻关系和家庭的价值观 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这也提醒了人们 无论是在娱乐圈还是在普通家庭中 夫妻之间的忠诚和信任 是维持婚姻稳定的重要因素 小S老公徐亚军连扑两夜店 经见台湾啦啦队新进女神波波 同行玩足一晚 新岛日报 台湾女星徐希蒂小S的丈夫徐亚军 再度被传出夜店应酬的消息 台湾传媒报道称 徐亚军与友人连跑两间夜店 并在其中一家夜店中 被拍到与中信啦啦队成员陈波波同场 然而 陈波波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 否认与徐亚军有任何互动 并表示他事前并不知道 徐亚军会在同一个场所 陈波波还解释说 他是应朋友的邀请前往聚餐 而不是主动与徐亚军一同前往 他还表示 这次聚会是一个公开的正常社交活动 这则消息再次引发了 关于徐亚军是否有外语的猜测 徐亚军与小S结婚18年 日有三个女儿 多年来一直被传出夜店应酬的消息 而小S一直对丈夫的行为保持宽容的态度 人物专访肖炎仲离世 陈生生活错乱怕失控 自由时报 陈生是一位知名的台湾歌手 最近他接受采访时谈到了自己好友 漫画家肖炎仲因癌症过世的伤痛 他表示自己在肖炎仲过世前四天 最后一次见到他时 肖炎仲已经说不出话来 只能苦笑 他说自己不能在病房多待 不能在他面前哭 陈生也透露 他邀请肖炎仲在自己的新专辑《望乡》中和唱一首歌 理想到这成了肖炎仲的一作 陈生还提到了自己前几年罹患口腔癌的经历 他坦言当时变得很脆弱 甚至害怕开车和看到坟墓 他表示自己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 所以还不能离开 陈生表示他将继续创作音乐 而《望乡专辑》将是他《相酬》系列的最后一章 最后 陈生提到了自己将在12月31日举办跨年演唱会 他表示自己希望能继续帮大家记故事 杨贵妹老街狂扫货 考验言义文耐心 老少女二雄本啪啪走 体验传统工艺 自由时报 杨贵妹 钟心灵和言义文在雄本拍摄实际节目 《老少女奇遇记》第二季时 透露了一些有关拒绝喝酒和逛街的趣闻 杨贵妹自爆在过去的拍戏中 有时会遇到高官逼酒的情况 但她会毫不犹豫地离开 她还透露一次被高官频繁逼酒 她拒绝后对方转向她的经纪人 她当时决定离开 并感谢对方的款待 此外 钟心灵透露杨贵妹在雄本的一条街上购买了很多东西 所以要借用工作人员的行李箱 而言义文则对逛街不感兴趣 BTS备战全员入伍2025有望回归 自由时报 南韩男团BTS成员中的 Jean、J-Hope和Shoga已经入伍 昨天经纪公司Bigate Music宣布其余四名成员 包括RM、 Jimin、V和旧国已经开始为入伍做准备 最快纪年底 最迟明年初将成为现役军人 BTS近年来在全球都非常红 获得了南韩文化体育观光不长的推荐 可以延后到30岁才入伍 目前29岁的队长RM、28岁的 Jimin 以及排行第六和七的V和旧国都在为入伍做准备 粉丝们感到非常不舍 公司在声明中表示 希望粉丝们能持续给予成员们温暖的支持和不变的爱 直到他们旅行完G1义务并健康回归 根据韩媒报道 七人有望在2025年下半年重新开始团体活动 尽管BTS去年暂停了团体活动 但成员们的个人活动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而全新纪录片影集《BTS Monuments Beyond the Star》将于12月在Disney家独家上映 揭露成员们的过去和他们超过10年的闪耀旅程 人物专访卷入性骚当成生命黑天使 陈生作话幽默回应 自由时报 陈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他对于被指控性骚扰的事件感到后悔 他承认自己在不恰当的场合说了一些年轻俏皮的话 他还提到了21年前遭受的暴力砸头事件 认为那是一个警醒他的时刻 陈生还透露 他的妻子问他是否想到在这个年纪会遇到这种事情 他回答说 岁月总会有差距 他现在甚至在搭结运时都会紧紧地夹住双手 生怕碰到陌生人 他表示 他们都是从苦痛中能够重生的人 他从16岁开始就靠送抱养活自己 他认为将痛苦转化为创作才是正能量 由于被卷入性骚事件 陈生失去了一些工作机会 他说自己无法抱怨 只能通过绘画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他透露自己将在12月举办一场小型的画展 用文字和图像幽默地回应MeToo运动 他还呼吁网友不要每天浪费时间在网上 不要成为别人的痛苦 刘远希撕暖男形象 变身杀人魔 自由时报 韩星刘远希在惊悚漫改剧《运气好的日子》中扮演连环杀人魔 首集播出就引起观众紧张 刘远希之前接到这个角色的邀约时 决定挑战自己 跳脱暖男形象 原作者还夸她像《黑暗骑士》中的小丑西斯莱杰 刘远希表示很害羞 但她很开心能尝试新的角色 这部剧讲述了一个计程车司机遇到连环杀人魔的故事 被称为人生最恐怖的瞬间 周雪莹比较港台拍片 打去便当不一样 自由时报 港片《天思年》入围第六十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 改编剧本两项大奖 导演黄启麟和女主角周雪莹一同出席金马影展星光首映 周雪莹表示非常荣幸能入围金马奖 也很喜欢电影 希望能成为电影的一部分 她还提到在台湾拍摄时发现港台拍片的不同之处 例如便当的不同和厨余的分类 周雪莹在片中上演了不少哭戏 但她表示拍摄过程很开心 因为可以跟着角色一起成长 她还表达了对白日之下女主角余湘宁的喜爱和对她的支持 但她笑称自己并没有期待拿奖 更期待能把大同电锅拖回香港 周雪莹泡汤爆料杨眼画面遭封口 自由时报 杨桂妹 周雪莹和严逸文在雄本录制老少女第二季时 一起享受泡汤时光 周雪莹在受访时赞扬杨桂妹的皮肤好 尤其是她的双臀又圆又翘 形状就像蜜桃臀 在录制期间 她们只用一小条毛巾围着自己 不够遮住臀部 所以周雪莹和严逸文趁机欣赏杨桂妹的好身材 周雪莹还透露 她的女儿非常想念她 睡觉时会抱着她的照片 不过 收工后 周雪莹会装出疲倦的声音 与家人视频通话 然后开始享受休息时间 追剧 肖强秀高难度体位 冒粉红泡泡 自由时报 肖强今年推出的慈善年历主题为《真是倦勇》 其中一组画面展现了她化身粉红芭比和帅气短发底笛造型的吸睛画面 肖强透露自己不间断地做瑜伽和写书法 克服了肩膀和手的疼痛 继续展现高难度的体势 她还在年历中将书法 瑜伽 诗词和美人融合在一起 表达了有灵气的女子必有一身正气的观点 关于感情世界 肖强首次在年历中表达了自己的寓意 以书法和瑜伽动作搭配出了《人日要节后生缘》 《农指今生节目前》 《一时二时不离别 狼行狼坐总随间》 的诗句表示享受当下的幸福 珍惜现有的一切 她强调不强求爱情 认为自然发生的最美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